喝减肥茶可以治疗肥胖症吗 从我的观点来说 喝减肥茶能否治疗肥胖症 我们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那么我们还要看这个减肥茶 它是什么样的成分 什么样的原理和作用 当然我们不能一概的说 减肥茶都不起作用 或者说都不能很好的减重 我们要来判断这个减肥茶 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什么 采用了什么样的成分来帮助我们减肥 那么很多的减肥茶呢 我们从如果说只是单纯的来 造成一个腐泻 那来进行减重的话 我觉得这种是很难帮助我们来减重的 因为如果只是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 排出这个脂肪 但是如果不控制我们每日的能量的摄入 以及不配合适当的运动的话 那这样的减肥呢 是不能长久 而且如果我们正常的饮食的时候 也很容易造成一个反弹 那么还有一种减肥 就是抑制我们的食欲 减少食物的摄入 那如果是采用天然的一些成分 还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如果不可以的话 如果没有说采用一些药物的成分的话 那么抑制食欲呢 造成我们一个营养的不均衡 就是在减症过程营养的不均衡呢 一样呢没有起到一个科学减重的作用 另外一些减肥茶还有一些利尿的成分 那么这些呢就比较简单 因为它减掉的大多是我们身体的水分 而不是脂肪 所以说呢 问减肥茶是否能够很好的 或者有效的帮助我们减重 我觉得大家去仔细的看一下 这个减肥茶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 什么样的内容 以及什么样的材料来帮我们减肥